我们全家都喜欢吃盐举手丝鸡 但是我从来不会自己出去买 因为自己做太简单了 三只没有感情的鸡腿 给它冲个热水澡 方便上色 撒上一包大厨调配好的盐举粉 一勺花生油 然后再用左手涂抹均匀腌制30分钟入味 盘底铺上葱姜 摆上腌制好的鸡腿 再把腌制的料汁倒进去 水开上锅蒸40分钟 用我白嫩的小手趁热给它撕成小块 全部处理成像我这样的 放洋葱 小葱 香菜 花生米 白芝麻 少许芝麻油和生抽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盐举手丝鸡 全家大小朋友都爱吃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在广东 除了煲汤以外 生滚汤也是很拿手的 营养好喝又简单 当记的丝瓜去皮切成滚刀快备用 油热下几个顺产的母鸡蛋 迅速划散 倒入适量的开水 放姜丝 加盐 鸡精 生抽 切好的丝瓜 腌制好的肉片煮开 再来一把这个头层腐皮 几下即可 最后撒上枸杞 鲜美好喝的丝瓜腐皮汤就做好了 汤鲜味美 有营养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 孩子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就花三分钟煮一碗葱油拌面 简单营养又美味 水开下面条 什么面都可以 煮三分钟捞出装盘 加青菜 有条件的加个荷包蛋和烫熟的牛肉 好吃的关键 是这个一袋里面有五包的葱油拌面酱汁 每次放一小包就行 撒上葱花 随便这么一半 满屋飘香 连吃三个月都吃不够 家里有鸡腿 有姜葱的 那你一定要试试做个葱油手撕捞鸡 味道真的是绝辣 隔着屏幕都想来一口 准备三个鸡前腿 然后放葱姜 加满清水 扣上盖子 开大火煮二十分钟 煮熟后捞出来 放冷水里浸泡五分钟 再用你的老公的手撕成小块 碗中放姜蓉 蒜末 红葱头 葱花 白芝麻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放盐 白糖 生抽 少许香油搅拌均匀 然后淋在撕好的鸡肉上 捞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葱姜捞鸡鲜香滑嫩 真的太好吃了 被称为亚洲四大名汤的潮汕牛肉汤 别看做法简单 味道可不是一般的鲜 切好的牛肉 不需要做任何的腌制 只要放一勺花生油 抓匀即可 空碗放入葱花 芹菜 香菜 放点盐鸡精 少许生抽 好吃的秘诀 就是 放入这个蒜头酥和葱头油了 只需要一勺下去 整个汤的灵魂就是塌了 水开下牛肉烫30秒 捞出倒入芹菜碗中 烫牛肉的汤都要浪费 直接往碗里那么一冲 整个厨房都是香味 是不是特别简单呀 千章节烧肉 是我们当地家家户户都会的一道家常菜 虽然做法特别简单 但是每一家的味道却各不相同 锅里烧空气 把五花肉倒进去边炒出油脂 炒成那种微微的发黄 再放姜葱蒜炒香 放生抽 老抽上色 蚝油 少许盐和三颗冰糖 加入适量的清水 中小火先给它焖煮个10到20分钟 肉煮好后 放入一包纯手工制作的千章节 翻炒均匀 继续焖煮个10分钟左右 起锅前撒上葱花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千章节吸满了汤汁 好吃又下饭